是否心灵法门的净土除了观世音菩萨还有哪些菩萨在协助管理呢 多了多了 观世音菩萨你要记住 观世音菩萨实际上以后的心灵法门就是应该在那个西方三圣这个统一管理的 也就是说因为你去看经文当中也讲 以后的那个世界上的那个整个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有观世音菩萨管的 也就是说西方三圣全部都一起管 你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在心灵法门的这块地实际上就是靠近那个西方极乐世界那块地方的 那师父弟子余传就问一下心灵法门的净土也有地方王菩萨在那里吗 师父 菩萨要来随便来 我举个简单例子 比方说 有个特区 这个特区是不是属于国家的了 是 是 国家的领袖任何领袖想去可以了 都可以 都可以 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师父到了心灵法门的净土基本属于几地菩萨呢 你很会问 一样进去的时候 刚刚进去的时候也是出地菩萨 出地菩萨 然后接下去在这个心灵法门的这个原地或者跟那个净土中一样 它是一节一节往上升的 也是根据你修的位置高低在天上学习的好坏 菩萨坐在境界的高低慢慢的往上升升为大菩萨 到了 也是修啊 也是修 但是呢 前面的是读书修 修到七级 七地菩萨了 六地菩萨七地菩萨 基本上很多就要开始实践了 这个实践呢 就跟读大学一样 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要读书吗 读书出来之后 还没毕业之前 他让你到某个公司去学习 去实践 对对对 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菩萨呢 他要到人间 他要来实践他学佛的誓言了 他就下来了 哦 是这样 我明白了 下来之后呢 实际上下来的菩萨有的很大的 比方说六地菩萨七地菩萨 他下来啊 在人间救一救一救很多人 救完了他走了 他上去他成全他的这个正等正觉了 无上正等正觉了 他成为大佛了 哦 是这个概念 就像妙山公主啊 寄生佛佛啊 南京菩萨 他一定要下来 否则你说观世音菩萨在天上 他本来就是个 然等古佛啊 他也就是 本身就是个古佛 他为什么要下来呢 他已经到了很高很高了 他要下来 他成就他的无上正等正觉佛 哦 就正法明如来 他在天上就是正法明如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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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很多的 很多的 呃 那个那个称号了 观世音菩萨 你明白吗 哦 正法明如来 实际上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菩萨 他这个菩萨应该已经靠近八地菩萨 九地菩萨 但是他这个是下来是为了完全是在人间救度 这个这个这个有缘众生 是收回他啊 啊 累生累世 他所拨下的种子 观世音菩萨的种子 是这个 哦 像这种大菩萨下来 又跟那些修到六七地菩萨的下来救人又不一样 明白吗 就不一样 这个呢 南京菩萨就很大了吧 是否 南京菩萨他主要是 他真的很很厉害 他是个调节的菩萨 调节调节各方面的一个菩萨 实际上我讲给你听 你去看好了 由你去看 你就不要说其他 你就说啊 那个礼佛大忏悔文当中 啊 这个八十八佛 对不对 你看看这里边的佛 你很多你都没听到过吧 对不对 没没没 听到我度假圣佛和 丹塔功德佛 丹塔功德佛是 唐僧 度假圣佛是孙悟空 你就知道这个 对不对 那你 你同样在 度假圣佛后面 善由不佛 你你你知道他的故事吧 对不对啊 嗯 知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宝华由不佛是什么佛呢 对不对啊 我也知不知道 啊 这个 这个你就不知道 这个 比方说 纳罗严佛呢 功德华佛呢 也知不知道 啊 这种 离构佛 永世佛 秦境佛 像这种佛 你知道他们 是多少多少 是修上去的一个 大菩萨 对不对 他们这些 已经成佛了 已经是成为一个 啊 啊 无上正等正觉的佛 他们也是累生累世 到各种星球上去救度众生的佛呀 现在明白了 哦 哈哈 你以为就我们一个地球啊 呵呵呵 我们 你看看 从我们的概念来讲 我们应该说 啊 这么多的佛应该把 啊 那个那个 那个 我们的那个 释迦牟尼佛应该放第一位吧 哎 佛佛啊 对不对啊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这么后面啊 哦 你知道了吗 嗯 你 你再说一下 师父 你得听清楚 就是说 为什么 在这么多佛里边 释迦牟尼佛在当中啊 他没有放在第一位 如果从我们人间来讲 我们应该是不是把释迦牟尼佛 应该从礼佛当前 我们应该放在第一位 啊 啊 对对对对 现在为什么这个原因 懂不大 因为在释迦牟尼佛 他在天上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佛 实地菩萨的佛 到了各个星球 三千大千世界 各个星球 世界 他们去度很多人 他们成为无上正等正觉 在天上这么大的佛了 所以 实际上 佛陀只不过是到了这个地球 来传它了 就跟其他佛一样 给人家带来了这个佛法 听得懂了吗 听到懂了 因为有三千八千世界 地球只是一个小的部分 很小的一个部分 只是地球来的 比方说是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地球上 来到印度 那么来弘扬了这个法门 那么那个普光佛呢 那么普明佛呢 这些佛呢可能是到了其他的星球上 像佛陀一样在救助众生的呀 所以他们成就了佛果 所以他们成就了 他们无上正等正觉了 所以他们成为大佛了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 谢谢师傅 开始 这就对您很愿意听 很拔起很拔起师傅 所以要多学呀 很多人不懂啊 真的 自以为哎呀自己很了不起啊 怎么怎么 其实这个佛法真的是好如烟海啊 不是说人人的智慧所能理解佛法的 所以用人来说佛法 你肯定有误的 你要用菩萨的境界 菩萨的智慧来说佛法 你才能不会失误啊 是的 哦明白了 是不是就说的 我不知道说到佛法无边吗 是不是这样吧 对了对了 没边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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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